今天我跟弟弟從沖繩那 去沙巴機場出發 飛鴻大阪的關西機場 我們搭乘的是樂陶航空 下午一點出發 登機前有一些霧點 原本預計三點抵達 結果慢了每個小時才到達關西機場 原本在沖繩的時候大約有20度左右 所以我們外套靈子穿了短袖 結果來到這邊只有12度 快人死了 真的很好笑 到達關西機場之後 我們跟著人群搭乘機場接駁車 去關西空港站轉達JR 我們有提前訂好 往京都的特級哈魯卡車票 只要到資訊中心出示證明 就會有專人幫忙處理喔 車廂之間有放大型行李的專用空間 上面有活動鐵桿可以固定行李 讓它不會亂跑 旁邊圖的風景都蠻美的 但是因為車速很快 如果一直盯著景色看的話 一下就會頭暈的 最後我們都忍不住睡了一下 終於抵達京都了 整個車程大約一個半小時 到時候天都黑了 所以我們跟哈魯卡的Lokiti 簡單合照提到之後 就趕緊出發往飯店囉 到時候變成了 終於抵達我們的飯店 我們住在京都車站附近的Tunesday 位於京都的市中心 不管要往哪個景點,距離都不會太遠 飯店的品質也很讚 但價錢就是偏貴 兩國很少要價9000台幣 櫃台在check-in的時候就在山提醒我們 我們的房間很小 連飯店自己人都這麼說了 所以我在進房之前就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真的很小 由於我們幾乎沒有規劃吃的行程 所以晚餐就是隨機在街上走 最後決定落腳在這間炭火燒肉 雖然是在類似美食街的地方找到這間店 但是這間燒肉意外的真的很讚 店員服務的態度也很專業 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再來吃一吃 吃飽飯後 我與弟弟散步到附近的東北院士 因為很晚了 路上都沒有什麼人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盡情的拍照 直到真的被凍僵了 才慢慢的走回飯店 隔天我跟弟弟騎了個大早 花700日幣跟飯店櫃台買了一張84一日券 一日券上面沒有寫日期 剛開始擔心會不會用不了 下車過票之後才知道公車過票機會在票上 繞上今天的日期 我們搭乘的是市營5號公車 從烏丸七條站搭往冬天王丁站 如果沒有買一日券 這台公車成人票價格是230日幣 有券的話只要搭三趟就有回本啦 下車的時候要從前門付錢或是刷票卡 我們的一日券給過票機過一下就可以下車了 如果是負線的也不用擔心 日本公車都有配備自動零錢 零錢丟進去之後就會自動分類 然後自動找零 有機會可以嘗試一下 到達後我們才發現還沒有吃早餐 像我剛騎城市的對面就有一間超市 食品種類非常的齊全 每個都很想買來吃吃試喝看看 來到這間鋼琪神社又有兔子神社之稱 由於今年是兔年 勢必要來參訪一下 鋼琪神社正式名稱為 冬天王鋼琪神社 於平安時代創建 是座歷史悠久的神社 這座神社的神使為兔子 因此今內有許多兔子、雕像及繪畫 這裡不僅為拍照景點 而因祈求懷孕、安產和求姻緣都很靈驗 而非常受到歡迎 面前是鋼琪神社的射電 旁邊的台階擺了 參拜神社的方法 二拜、二拍手、一拜 後來上網查才知道 香油錢通常是投五元硬幣 是日文Go in的諧音 有緣分的意思 匯碼上面都有畫可愛的兔子 這應該是會兔吧 哈哈 這尊二廚子手兔位於手水側 是以黑色花鋼石製成 據說在兔子身上澆水之後 再摸摸他的肚子 就能保佑生子 並且平安順利的生產 神社的鞋對面有販售處在賣御手 每個御手都做得很有質感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讓荷包打死鞋 前面看到排排站的小兔子呢 其實就是裝載神籤的容器 Cody買了一隻來抽抽看 有白兔跟粉紅兔兩種 表情都不太相同 每一隻都超級可愛 抽完籤之後 可以將兔子奉還給神明 如果籤上是不好的運勢 也可以將籤綁在神社不要帶走 花錢不好的運氣 那我這次抽到的是終極 看來運勢是蠻好的啦 其實綁籤絲的說法有很多種 建議大家不要綁在樹上 據說有可能會冒犯神明 一般來說 籤絲的失效是一年 一年後如果要丟掉 可以到神社的神理那所 統一處理即可 到左右邊有兩隻石兔子 這兩隻兔子看起來特別開心呢 參賽完剛啟程車之後 我們就繼續往下一個時間前進啦 接著我們搭公車來到了清水道巴士站 從這邊走一分鐘就可以看到八班塔的頭了 繼續向前走就可以抵達二年版 二年版這邊有許多女性觀光客都會穿和服 男性觀光客真是大寶眼服啊 這間星巴克據說是全世界唯一的塔塔米星巴克 是足用屋齡超過百年的雙層木造魂宅 想說在三年版跌倒的話 三年內就會死掉 歡迎跌倒的話 可以到最下面的店家買葡萄化解 我參我們來到這間 京清水油橋賣麵店 雖然天氣很冷 但吃冷麵還是很過癮 京都參我們的 Otabe 賣的五茶麵淇淋 超級好吃 清水室的第一站 人王們 大家都搶著要跟他合照 人王們面前的街景真的十分美麗 這座三重塔 據說是日本最高 也是最大的三重塔 它同時是清水室與京都東山象徵的存在 不管從哪個角度拍都十分的美 鮮豔的橘紅色 搭配櫻花也完全沒有違和感 這個隨球店後來才得知 是供奉大杯母的尿堂 花100日圓可以進到大杯母的肚子裡 找尋一個發亮的巨石 據說摸了之後可以先想事成 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準備進入清水室的正殿囉 進水舞台有著清水室最棒的觀景點 在這裡可以遠眺整個京都的街景 從旁邊觀賞清水室真的是十分的雄偉 它是用139根巨大橘木交錯的支撐 完全沒有用到任何一根釘子 非常的壯觀 正殿下方有白色的櫻花林 我們遇到提早三放的櫻花 超級的幸運 看完清水室的櫻花 我們也差不多該踏上我們下一段路啦 我們搭乘金版電車來到了福建稻河站 福建稻河大社是整套監督之旅我最期待的景點 才剛出車站 濃濃稻河大社的文化感已經遍佈了整個街道 前往大社的路上會先經過滿滿美食的商店街 繼續往前走就是稻河神社了 日本全國有三萬座稻河神社 而福建稻河大社是總本宮 這裡季風的神名是稻河大神 從和同四年至今 以及1300多年 每年都有大量的鄉客前來神社祭拜求訓 農作豐收 生意興隆 交通安全 讓這裡成為京都地區 香火最盛的神社之一 福建稻河大社最受矚目的建物就是 滿部整座山頭的各式大小鳥居 這些鳥居是信徒們為了表達祈求 與感謝之心而共鮑為神社的 傳說是連接神明居住的神域 與人世間的通道 鳥居在正面並沒有字 但從後面看過去可以看到 貢獻者的姓名以及建造年份 狐狸隊是為稻河神的神使 因為在農業社會裡 狐狸會替農家抓捕破壞農作物的野兔 田鼠等念此類 這段就是非常著名的千本鳥居 來的時候要謹記右鏡左出 並且要小心為了拍照 擋到行鏡中的路人 其實千本代表的是很多的意思 一路走來 這些鳥居應該是數以萬計了吧 原本這次的計劃是與弟弟一同從稻河山攻頂 結果這次因為人潮太多 結果走錯了路 最後走到奇怪的竹林深處 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好約 下次再來挑戰 後面真的掉在這次裝潮太多 這次被人做得到嗎 他 Palmer中傑仙 時候央 reminds人潮太多 這次是個人飯之魚 風圍會不會有什麼 ів風圍會不會有什麼 我的意思是 在手表喚太多 有些人閒的 就更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這樣 我們短暫京都之旅在這邊要告個段落了 下一段的大阪行程會做另外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觀看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CodyBee